2月4日18时起,上海昭通路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当日17时,记者在线上看到,防疫人员和民警们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18时,用于封锁的封条和栏杆正式被撤除 一些在封闭区域内的酒店首先解封,住客们陆续走出酒店 因工作被意外关在昭通路居民区的张女士高斯记者 经过14天的隔离,她内心最大的感触就是,意外与明天不知哪个先来 要珍惜并守护好身边人 我的感想就是平常心对待,然后爱戴和守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从杭州来互出差的柴女士感慨,自己只是过来出差住一晚就碰到了疫情 现在,手拿着核酸检测证明的柴女士,准备马上回杭州 她笑着表示,感谢工作人员们在酒店隔离期间对她的关心 他们很辛苦 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蛮辛苦的,他们对我们的服务 还有就是一些,就是交流还是蛮,每天都在交流 就是没有给我们传递一些负面的影响 就是很积极,大家都很配合 他们也很辛苦,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当日19时左右,结束隔离观察的昭通小区居民们也陆续乘坐大巴回到了家 和柴女士一样,居民王先生也感谢了辛苦的工作人员 他坦言,很理解政府采取集中隔离的措施 居民孙先生和他母亲是一起被送往酒店集中隔离的 孙先生说,他和他母亲都做了四次核酸检测 他坦言,刚开始集中隔离的时候,心里还有些忐忑 时间长了后,慢慢的心里就稳了 今天终于解封了,很开心 杨女士带着自家小狗欢欢也回到了久违的家中 她告诉记者,隔离时,欢欢和自己一直在一起 当隔离一解除,她就迫不及待的带着欢欢出门溜达了一圈 享受久违的自由,感觉很好 我去买了,我去买了,我去买了 我去买了 我去买了 我去买了